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Zoom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聖靈充滿和如何得到聖靈充滿 而這一段時間我們所講到的主題是關於我們可以怎樣經歷到聖靈的方式 有什麼方式人可以經歷到聖靈臨在聖靈的工作 現在我們看第五處經文,詩篇十六篇八至九節,請姊妹讀 詩篇十六篇八至九節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自動搖動 十六章九節,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 好,謝謝你 這篇詩篇是大衛的,他講到他與神的關係 這篇詩篇他形容他與神的關係 其實這篇詩篇已經告訴我們我們可以經歷神的 好,大家現在留意一下他如何形容他可以經歷神 第一,他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 這個是用一個代表性的語言 就不是一個literal,就是照字面的意思 因為我們不可以將神擺在我們面前 就是他不是一個物件來的 那他好像是用一個,好像物件的方式 就是那種形容方式 這個不是真的他做到這件事 他只是用這個方式形容 我們看聖經的時候都留意的是literal,照字面的意思 還是一個代表性的意思 而這裏他將耶和華常常擺在我面前 這個意思就是親近他 就是親近神 所以神在他右邊,神時時在他與他在一起 那這件事他也是有信心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有信心信什麼呢? 大家可以告訴我 在這個經文裡面講到 他相信什麼呢? 他經常親近神,他相信什麼呢? 耶和華常常在他面前 是啊,沒錯 即是他相信他親近神,神就親近他了 所以在舊的聖經我們都看到這件事 即是說其實任何經文我們都去留意他的內容 那麼就常擺在他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即是他深信神就在他右邊 右邊的意思呢 即是說是有權並的,是祝福的 他在我右邊 那麼呢,他就不至於搖動了 這個搖動 這個呢,就不是照字面 即是不是他人在搖來搖去 而是呢,他不會被搖動 這個是一個講到心靈那方面的搖動 即是說他的屬靈生命和他的內心世界 不會搖動,不會搖擺 不會受影響 那然後跟著因此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那麼這裡呢,他就講出三樣的後果了 就是他的心很歡喜,他的靈快樂 那麼呢,原文那個靈那個字呢 是Glory 榮耀,神的榮耀 不是不是,對不起,說錯了 是他自己的榮耀 那麼這個意思呢 就是從上下文看呢 就應該講到他的靈了 即是他的靈是他的榮耀 我的靈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那很多人呢,就譬如說 譬如有時候聽過關於猶太教 那有時候的感覺都是覺得很多規條 但是這裡我們看到他是很有反應的 很開心的 事實上我們在舊約體呢 是有很多說到歡呼,歡樂,喜樂這些字眼的 開心的字眼的 所以看得到呢,神是一個開心的神 神也都叫人開心的 因此呢,我的心就歡喜,我的靈就快樂 我的心靈就快樂了 然後跟著呢,身體都受影響喔 身體都安然居住 有些人就說 跟耶穌關係不只是心靈的嗎 為什麼會有身體的呢 因為他覺得經歷聖靈怎麼會是身體啊 我想大家回應一下 為什麼經歷神可以在身體那裡經歷 有沒有人想回答,嘗試回答 這裏呢,這個經文只是說他的身體都受到幫助 就沒有解的原因 那現在呢,我是想大家呢,就是用 聖經的觀念,或者熟神的觀念 未必有一個經節這樣說的 用一個熟神的觀念去解釋 為什麼神可以影響我們身體 OK,有沒有人想回答 因為我們的靈魂呢,實在可以影響我們身體的安靜 因為當我們心內平安的時候呢,我們身體都覺得很舒適 是,好了,這個呢,就是形容到呢,就是說 我們的靈是會影響我們的身體的 這個的確是一個原因之一 那譬如,聖經有支持的這件事就是什麼呢 起落的心,那是良藥 就是起落的心靈是起落呢 是成為我們身體的良藥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的回應呢 就是有其他的回應就是說 為什麼神不只是限於靈魂呢 為什麼也會影響身體呢 OK,有沒有人想回答 因為如果身體生病呢 譬如你生了癌症啊 或者一些很痛苦的病 你整天想著痛呢 你的靈魂呢,都不會快樂的 嗯哼 有痛症的那些,我有個姊妹的症癌很厲害 嗯哼 OK,OK 這個呢,就講到不快樂 就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如果不開心就不快樂了 但是我現在問的問題是 反過來,為什麼神會影響我們的身體呢 因為很多人來講 他會覺得 我祈禱經歷到身體有感受 他覺得呢 就是 沒有理由的 神只是屬於靈界而已 屬靈的嘛 不是身體的嘛 是的 那你先回答那個呢 是很好的 即是說我們的靈是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而聖經的經文就是講到 喜樂的心乃是良弱 即是我們有喜樂的心呢 都會影響我們的身體的 是的 那還有沒有其他 實在是神呢 不僅保守我們的靈 也都會保守我們的身體 有病呢 他也可以醫治我們 如果我們親近神的話 是的 那所以其實聖經也有講到 身體的醫治 手腕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因耶穌受的鞭傷 我明辨得了醫治 那這些經文都可以告訴我們 是神的祝福都立到身體上的 OK 那這兩點都是非常好的 即是 我們可以回答一些人 就是說 你為什麼經歷聖靈 是會身體經歷呢 那我們就說 就先給弟兄所講的 其實呢 第一個回應可以說 聖經也有講到 神可以醫治身體 即是神的領域 不僅在我們的靈魂 祂是能夠醫治身體 因祂受的鞭傷 我們得了醫治 那另外呢 那個靈 起落的時候呢 就是良弱了 起落的心是良弱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答案呢 就是什麼呢 根本是神創造靈魂體的嘛 如果神創造 為什麼它不可以影響呢 為什麼將神限制於 單是在心靈那方面呢 為什麼神的影響 也都在我們的身體呢 那就是由這一點 既然神創造 神也都是祝福保守 正經又講到睡眠 就是在神裡面可以安然睡覺 安然躺下睡覺 所以就是說 原來呢 神是不僅是幫我們的心靈 也都幫我們的身體 以及可以身體經歷到的 那這裡呢 祂就講到祂安然居住 就是祂人呢 在平安之中 就是肉身都在一種舒服 安舒的狀態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呢 神可以叫我們的身體都舒暢 身體舒暢 那這個身體舒暢呢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呢 就是說 神是可以影響我們的身體 就是神不僅是影響我們的思想和靈 是影響我們的身體的 那所以呢 由聖經其他地方講到的 神可以醫治 以及喜樂的心是良藥 我們就知道 神是能夠祝福我們全人 整個人的 那這裡講到呢 就是安然居住 那其他經文 我也有講過的 就是啟示錄一章十七節 就是講到呢 約翰呢 見到榮耀耶穌就跌在地上 在 《阿斯托人傳》九章四節那裡 就講到 保羅見到榮耀的耶穌呢 也是跌在地上的 那所以這裏都是看到 神可以臨在人身上 那而有些人呢 對於跌在地上啊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還有覺得呢 這件事真的 不是 不是合乎聖經的 那但是聖經是 的而且 這樣講 而經歷的人呢 是真的 會分享就是說 真是很大的激勵 原來神可以這麼 真實臨在 和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 喜樂 愛 在我們 在聖靈裡面 跌倒的時候呢 真是呢 感受到一種 很大的平安 很大的愛 能力進入裡面的 也都有一些人呢 即時身體得意志 或者呢 是有些人呢 甚至 我試過 有一次我為一個 牧師的女兒 即這個女兒是 我想是 當時差不多二十歲左右 那她呢 是在外國的 那她起初的時候呢 她就 不是這麼 即是她不放了 那她在祈禱的時候 她一直搖的 那然後呢 她就自己後來說 她說 我就 後來決定我不要抵抗 於是她就放鬆 那一放鬆的時候 她就跌在地上 然後呢 她躺在地上 一個多小時 那她起床的時候 我問她發生什麼事呢 她說她上了天堂 然後神呢 就跟她 將她心裡的那些重膽釋放 那不是每一個跌在地上 都可以經歷到她天堂的 這個是她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那這個是神的恩典 神的禮物 那原來呢 就是 神可以 在她 幫我們身體經歷的時候 亦都可以 幫我們進入 她的領域裡面 無論她做什麼工作 是她的選擇 那所以這個安然居住 一個 一個開始了 那而我很多事為人祈禱呢 我自己又覺得 別人又覺得 身體很舒服 就是 神呢 會幫我們 令到我們身體舒服 安然居住 就是整個人舒暢 身體會覺得舒服 還有呢 就會覺得 有些人呢 會覺得 輕飄飄 那這些聖經就沒有 就是細節形容 其實 我就 有時想 如果《使徒行傳》第二章 那裡講到聖靈降臨 如果他們形容了 他們什麼經歷就好 那我們今天就不用 那麼多和人去討論 那 但是呢 聖經是有講到果子 憑的果子 可以知道 是不是聖靈 因為是邪靈的 那 如果講到輕飄飄呢 我就會這樣形容 就好像去到天堂 還有沒有了重擔 那樣的人 就會輕飄飄 很輕省 很舒服 那也都有些人呢 身體舒暢 身體會有 醫治 身體醫治呢 其實有兩方面 一個就是神的大能的醫治 另外呢 就是 神做我們身體很特別 我們身體那種恢復能力是很厲害很厲害的 抵抗疾病和修復的能力是很厲害的 那這些就是由科學方面去支持 而當我們的身體舒暢的時候呢 我們身體是會出不同的荷爾蒙呢 是令到我們更加舒暢 還有呢 有修復的能力的 就是一個人在一個舒暢的狀況 輕鬆喜樂的狀況呢 他的身體是更加容易修復 更加容易有健康的 就是我們那個能力是很厲害的 我們甚至可以抵抗癌症 或者殺死癌症細胞的 就是我們身體有這種的能力的 只要我們呢 肯聽神的話呢 去親近神 神的祝福是可以來到我們身上的 那也是我自己的經歷 除了這些之外呢 就是其他的經歷 身體的經歷我形容一下 就是我自己 祈禱有些什麼身體的經歷 那就是 舒服 輕鬆 輕飄飄 還有呢 就會 有些會震動 身體會震動 那這件事 聖經是沒有形容到這件事的 不過呢 果子是好的 所以我們就不否定這個震動 那平者呢 因為聖經都講到聖靈的能力 聖靈降落在你身上 我們就必得著能力 那這個能力都可以包括了 就是令到我們身體震動的能力 那 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經歷到不同的方式 那有些人可能經歷電流 經歷很熱 那最主要呢 分辨是不是 從聖靈而來就是 是否覺得平安 輕省舒服 和令到我們 和神的關係建立 建立我們和神關係的 加強和我們和神關係的 那這個就是神的工作 因為我們奉耶穌的名去祷告 求神臨到我們身上 祝福我們 而帶來後果 好 沒有理由邪靈先過聖靈的 那就明正我們是真心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那怎麼會是邪靈先過聖靈呢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些身體的經歷都是出截神的 就是這裡我解釋了這個身體的經歷 好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先 就是說關於這方面 譬如有些人說 我都是有些不明白 或者難接受 你可以回應的 有沒有人想回應 關於我們可以身體上 心靈經歷 大家都很容易明白 我絕對認同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經歷到 就是神那種的愛 尤其是在祷告 真的那種平安 就簡直形容不到 是的 OK 我剛剛所說的是身體 我們有心靈的 但是我講身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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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非常好 OK 好 好 還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有問題先 我現在問一下大家有沒有問題 譬如有些人說 我 不是很接受這件事 我不是很明白這件事 可以再問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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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人在說話 現在 OK 你講一講 OK 有一個 讲方言就是必然将军的作为恩赐 他说是第一个可见的经历,这个是阳秦宗所说的 是的,但其实作为看圣经就会像刚才所说的 就是按着神的感动或者按着神给的东西就可能大笑、震动 但为什么五秦宗会用必然这个字呢? 他未必用必然的,他说是第一个可见的迹象 这是他的看法,他的根据在哪里呢?你听到吗? 听到吗?听到,听到,听到 好的,他的根据就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第一就是五秦节的时候,他们就讲方言 第二就是后来试图去到撒玛利亚的地方 按手他们的头上,他们又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们又讲方言 还有去到这个哥利留一家的时候,讲道 圣灵临在身上,他们又用方言赞美神为大 又去撒玛利亚后来,不是撒玛利亚后来 后来以忽所,保罗去以忽所 也都是,就看到他们讲方言 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些经历是不是 是必然每一次,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当时他们是第一个可见的迹象是方言 当时,那是不是必然每一次都是呢? 那他由这个经历,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神学建立的神学,主要是由解释真理的经文 比如保罗书信那些很多就是解释真理的 就不是用历史性的东西来作为证据的 不过他自己,保罗书说他的经历的时候 他就作为一个证据,就是耶稣是基督 耶稣真是临到身上,更生他的生命 他真是说这件事,作为一个他的 就是他支持他成为仕途 被神简算 但是呢,保罗主要都是用圣经来支持的 全部都是用真理教导的 对于方言,圣经是没有用教导的方式 说这个是必然第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争论点 历史上有三次的经历 三次记载,不是代表所有的 三次记载就是方言先 但是是不是必然以后都是这样呢? 这一点呢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争论性的一点 而我个人在我为人祈祷 和我个人的经历 我就发觉不是一定是方言先的 那这个是五秦宗他们 根据这三个经历 就下了一个判断 就是说呢,第一个可见的迹象就是方言 但是这件事我是不认同的 那我承认真实的方言 是可以是圣灵充满的 临在的迹象之日 但是又未必一定是第一个 就是我自己觉得是未必第一个 还有我就很反对那些人去教人 怎样说方言 或者叫他试讲 或者是尝试发些音 哈利路亚,说快点,说快点,说快点 慢慢变成方言 这个不是方言的 不是说快点 所以说了第二个音 就叫方言 方言是神所赐的 不是去学的 有时的人去学 有个后果就是 他都不知道是不是 他以后都不知道是不是 那我也都鼓励 那些人说方言的时候 不要脑空白 在想着耶稣,想着神 想着爱神 或者是心毁伸给神 或者是为某一件事祷告的时候 是可以用方言 我自己来说 我是在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几个月之后 其实那段时间 我为很多人祈祷都经历圣灵的 又赶邪灵 灵命更生 很多人感动 很多人被医治 就是都是发生了很多 然后跟着我才有一次的聚会 那一次的聚会就是这样的 有那个台上的讲员 他是来到港道 港元道他来台下 为那些人祈祷 接着我有一位教友 说了方言 他就对住过我的教友 我就在这个牧师的后面 我那个教友在他前面 那他背向我 向着那个教友说 speak in tone 叫他说方言 那那个教友本身是说方言 或者他知道了 那个教友就开始说方言 那我在后面 我一听他的话 我立刻屁的舌头就开始震了 這個就是我謊言的開始 完全不是有人叫我的 是他一說的時候我忽然間就有這種震動 在我舌頭那裡 而我在很多次的聚會 有時候那些人很投入祈禱的時候 會自發性會震動 但我來說我隨時可以說謊言的 但是在有些情況 那個聚會神的同在強烈 我是會很自發性去說謊言 我答多了你的 我就說我覺得 講謊言不是必然是第一個可見的跡象 可以是但是未必是 他們通常就定義講謊言 就是受了聖靈的洗 那我自己就不會這樣定義的 我就會說他強烈經歷 我自己兩樣的定義 這個是有聖經的支持 但是不是聖經說明這樣 叫做經歷聖靈充活 聖經支持就是我們可以經歷聖靈 那我就會說強烈經歷聖靈 有些人很強烈 旗親土 我會這樣說 他旗親土都經歷 經歷到神的平安 喜樂 愛 能力等等 進入他裡面 第二呢 就是他為人 祈禱那些人都可以經歷 不是未必過過的 總之有一些人會經歷 就是說他已經聖靈充滿去到某個程度 可以幫助人 我自己反而用這個實際的定義 因為實際定義就是說 我是有益處的 就是我們經歷聖靈有益處 幫我們心靈興省 得力 靈命更新 那幫助人也是有益處的 是說我就著重過益處 當然是有益處的 不過是造就自己 但是自己都未必感受到的 未必一定感受到的 那我就會用一些 就是普通人都能夠經歷到的益處 作為那個重點 所以我強調就是說 我們多親近神 感受到聖靈的平安喜樂愛 我們就經常在這個狀態 並且為人祈禱 他們都可以經歷這件事 就可以帶領他們 看到耶穌的真實工作 讓他們去跟從神 OK 我回答你多了 你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明白 明白 好 OK 還有沒有人想 有東西想問 OK 如果沒有的時候 有沒有人先分享 給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說你身體上的經歷 有沒有人想分享身體的經歷 有啊有啊 耶穌斯我想 好 好 今天你說這個話題裡面有幾個位子 我都很想去看一下你的意見 第一 講謊言 那個接受講謊言 其實我自己是有一個狀況去想的 你看一下這樣想對不對 就是我也是有聽過 並且呢 都有這樣做 就是叫人嘗試用Hallelujah 去開始講謊言 但是Hallelujah 就不是講謊言的 而那個背後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就是我們去想神秘恩慈 他好像一個人 天生有音樂的恩慈 或者他是有呢 運動細胞裡面 可以成為恩慈 去祝福人 祝福神 那在這些位置裡面 其實我們就講過操練 操練 操練 那在操練裡面 就是為與神同工的 有個位子 那個同工的位子就是 就好像說你有 討告服侍的恩慈那樣 那你討告的時候 都是要自己有很多的 操練 操練 那在這些操練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位子 自己要擺出時間 擺出那個心力 去親近神 去學習 裝備好 然後去服侍 那當然 都是有一種的同工的位子 我的心裡面 相信有一個位子去想 就是神是不會逼我們的 要我們甘心樂而聖靈的工作 就是那個流動 是我們配合 我們去一起的時候 就能夠做到 如果神的靈在那裡感動 而我還是眼心長 或者覺得去懷疑的時候 那就去不了那個同工的位子 那說謊言也是 所以其實我很多時候 就會經歷的 去和人一起這樣說謊言的時候 就是請他去想一下 我其實會用哈利路亞去想這個字 就是哈利路亞是四個音出來 都是用舌音的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例子 就是你試一下哈利路亞 這個就是一個舌音的方法 他知道吞謊言的時候那個狀況 另外呢 就會邀請他 因為要同工和神 所以那個力 而牧師你那個是很特別的 因為神的能力在你的力裡震動 我相信這個是其中一個 講謊言裡面 能夠有一個很大的經歷 還有那個確定很強 知道這個就是從神 而我呢 發覺很多的弟兄姊妹 她們都有講謊言 但是她不知道怎樣 那個理念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不會去任何討論 有關你 因為呢 你本身在神裡面 那個根基 聖經 各樣東西都是 真是很好 是一個很榜樣 但是對很多呢 對聖經根基 各樣東西都不是這麼穩陣的人 他們又給神有這一個的呼召 給一個恩賜 他們又講謊言 我就會這樣教他們 用哈利路亞去想個詩音 然後同神同工的時候 就是試一下他的發聲 同神同工 就是想著耶穌 然後啊 這樣 我是會邀請他們這樣 通常這樣呢 就講的了 接著就講謊言的了 這個就是我聽到幾次 你有提到 剛好講中了 就是有些偉縱 就是用哈利路亞 叫人去講謊言 但是我就想背後 和你所描述的有些不同 就不是覺得這樣就可以講到謊言 而是裡面呢 有聖靈的流動 聖靈的工作 以至到呢 他一路講的時候 原來這樣就是在神裡面 一個的謊言 然後去practice 再practice 然後呢 跟耶穌基督建基 connect 去講這樣 所以我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如果我是一種這樣的經驗 裡面的教導 OK 我回應就是這樣的 我們教人親近神愛神 說哈利路亞 全部都是好的 不過不要說 你說的時候 那個洩音 可以導致謊言 或者是 你講一下就會說謊言 就是不要像我們可以 帶來謊言 我們只是說我們親近神 神可以給我們謊言 那我就不 首先我這一點的 我不是覺得 一定說謊言 他就突跳的 我反而覺得 他經歷到神的愛和能力 這個聖經有說的 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在我們心裡面 聖靈降臨我們身上 就必得著能力 就是聖經有說到 他的果子 就是喜樂 愛 喜樂 喜樂的油 神的靈臨在我們身上 我就會強調去愛神 深信神的愛 完全毀身給神 那去親近神的時候 如果神帶來謊言 我們就很感謝神 但是沒有的時候 我們都會感謝神 就是無論我們經歷的是什麼 就是不要說 一定要哪一種 譬如說 有些人說 你怎樣就會去天堂了 或者你怎樣就會震了 或者你怎樣就會經歷輕飄飄 我不會說這些 就是我不會說 你這樣做你就會輕飄飄 我不會這樣說 那我只是說 你會經歷到神 而最普遍的 是經歷平安 輕省 喜樂 這件事通常我們講 基督徒都不會覺得是特別的 但是我們不是很想著 我這樣奇言土 我就得到些什麼 只是說我們親近神 神可以淋在我們身上 那所以 我就會說 不要去好像 他做任何事情去 帶來謊言 就是我覺得是 不要給他這種感覺 也都 不要定義 涉音和謊言有關係 其實這個是 天主教 他們講謊言 他們直接叫做涉音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 聖兄沒有說到 涉音就是謊言 所以 我不覺得哈利路亞 四個音就是涉音 所以就是謊言 就是跟謊言 就是跟謊言有關係 我就 我就 不想這樣 還有一個後果 有些人 當他這樣之後 他們 跟著後來 他就懷疑 也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 領受謊言 就是他一直說哈利路亞 說說說說 變了第二些 音出來 是不是就是謊言 我不知道 反而 我也都 我是真的見過 我跟人祈禱 他跟著就開始說謊言 這個是 神做工 我覺得 是 我們 那個人很確信 當他經歷到神的愛 能力 過人祈禱 都經歷神的愛 能力 他不是一定要急於有謊言 他有謊言是好的 就是我不覺得 一定要急於有謊言 然後會帶來一個特 就是特跳 那個靈命的特跳 我覺得靈命的特跳 在愛神和被神充滿 那聖經講到謊言會造就自己 那正如其他經歷都會 所以我不會特別講到 謊言是一個我們的目的 但是我說你學謊言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自己覺得 我要達到這裡 我才能去到聖年充滿 有些人真的聖年充滿 都沒有謊言的 就是這個我是 就是我自己經歷那幾個月 為人祈禱都很多的改變 所以我不會 我不會將謊言放高過其他的經歷 我不知道 你 就是我講完 你會不會有些 其實我同意你這樣說的 就是愛神這個位置 是比一切重要 更加 謊言是一個恩賜 他不能夠 恩賜不能夠大過我們的神 但是有一個位置 就是講諧音這個位置 其實因為 我有這種體會 是因為 英文的翻譯 是Speed in Tongue 謊言是Speed in Tongue 所以你會想到這是一個響音 你怎樣看這個位置 你怎樣看這個位置 恩 我 這個呢 我 我覺得呢 聖經講到方圓的時候 第一 就是有講到稱讚神為大 嗯 就講出神的恩典 在哥倫多 在哥倫多 前書十四章 就講到是 講到神的恩典 在哥倫多 那裡就 稱讚神為大 那 就在 哥倫多 前書十四章 就講到是 講說各應的奧秘 就是 聖經有講到形容 方言的 但是呢 是 雖然這個字 這個字 在希臘文 就是 一一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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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 那 它的意思呢 就是一個 它有講到是 the tongue a language 一個語言 或者是舌頭 但是不代表 在這裡一定是說到 舌音就是方言 就是它重點 方言是 讚美神 而我覺得 有很多 詩音 都不是方言 所以我們不要 定義了它 就是詩音 而是一個 神次的 language 是一個 講說神奧秘的 方式 那這個在 哥倫多 前書十四章 很清楚的 講到就是 他們講說各應的奧秘 所以這裡 是清楚 有聖經的根據 但是你那個 因為有時候 希臘文的字 有時候多個解釋 但是我們 從那個經文 會判斷是誰 解釋 而這個glossa 這個字 希臘文 glossa 就是方言 它可以是舌頭 又可以是語言 那 到底在那些地方 它是舌頭 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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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頭的舌頭 那 是不是講到舌頭呢 其實那個定義裡面 沒有舌音 舌頭 舌頭發出的音 其實 我們什麼音 都是舌頭發出的聲音 是不是這樣 就是方言 所以我不會把它掛勾 不會把 它的定義這個部分 掛勾去 方言 就是舌頭 我會說 方言 是神 賜的 語言 講說神的奧秘的事 稱讚神為大 講說神的恩典 的方式 我就不會 將它的定義 和舌頭掛勾 這個不能夠肯定 在釋經上不能夠肯定 還有 我自己這樣 覺得 譬如有些人 我知道 就是有些教會的做法 這樣 那它會叫那些人 講方言 講方言 跟著呢 講完方言之後呢 或者練習講方言 或者嘗試講方言 什麼都好 就是它 跟著它就define了它 你現在四年充滿了 那 就 就是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 是 是有時候 是未必是準確 就是它 是不是真的這樣 跟著講方言 就是 升了級呢 那 那反而我覺得 經歷聖靈 譬如愛 喜樂 平安 能力 這些是聖經有講的 那方言也有講的 稱讚神為大 譬如我們見到 是 以利沙伯 他見到 馬利亞的時候 他就 哇 充滿讚美神 這個呢 神就在他 口中發出 那就 去稱讚神為大 所以這個都是 神透過他 講出一些 讚美的說話 那這個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果子 但是 但是 方言 有些是 真的 有些是真實的 但是我自己知道 有些人 他都問我的 他說 我試過有一次聚會 別人叫我們講方言 我就講講講講 真的有方言 那他就問我 到底是不是是方言呢 那我自己都會這樣說的 當我們講方言的時候 是不是對於我們的靈有幫助 你敢不感受這個幫助 如果你感受不到 那個未必是方言來的 就是可能不是 所以 我為了 不要想有些人 去擔心 我是不是經歷方言 譬如我自己講方言 我很明顯 感受了一種火熱的 一種 一種能力 在我裡面流出來的 這個就是 所以我 我就會說 是 強調和神的關係 而神做什麼呢 就 給神去 做主權 是的 多謝你 第二牧師 你開了一個新的項目 給我去思考這件事 是的 我同意 其實我講方言的討告 是多於五成 因為很多的情況 我現在在教會的服事裡面 很多的情況 不論到自己 懂得去明白怎麼處理 我就方言討告 然而你說的 我也是很同意 我講方言討告的時候 心裡面很有愛的 還有神的同在 是很強的 是一份能力 所以這個位 我是十分同意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你 你可以繼續跟我溝通 好好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我有個小分享 OK 曾經有個姊妹 就跟我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求方言 我覺得我五成討告也可以 不用特別去求方言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求方言 然後我們就搭升降機期間 即是我們搭升降機要去個祈禱班 搭升降機期間 只會一分鐘也沒有 我跟她說 那些人說方言 經常都說很釋放 其實我也想不通 他是這樣的 然後我聽完她說 我只會說 如果你放下你這個想法 那你就經歷到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去了祈禱班聚會 然後他告訴我 他就經歷了方言 然後覺得很釋放 很自由 平時他是有很多重擔的 但是那天他說 一領受到方言 就覺得很釋放 就很想一直這樣說 他在敬拜裏面一直這樣說方言 然後覺得是釋放了重擔 那當時我就在想 原來其實只是在 那個談話在搭升降機的時候 原來人的限制 真的會限制了領受 這個案子就是方言的領受 嗯嗯 OK 是啊 神造工可以很奇妙的 我以前曾經有一個教友 我們在分堂 舞堂有一個教友來 他就想經歷聖靈 我為祈禱 他什麼都經歷了 經歷了喜樂 他是一個很 也挺 也挺 思想強烈的人 就是誤性強烈的人 然後他就 起落了 然後說方言 是很奇妙的 也有另外一個人 在我離開了我的教會之後 他才找我 我祈禱會他找我 接著他就 在一次就開始講方言 那他呢 他講方言的方式 跟很多人很不同 因為他的舌頭 整條舌頭伸出來 講的時候一直伸出來 他自己控制不到 那就是 就是說 他就形容很累 就是去到一個位子 去掌管他的舌頭 那這個很明顯 不是他自己發出來的 那就是我 我真的看到人 是可以很自由地 經歷聖靈 而他生命 很大的改變 後來這個人做了牧師的 後來 那 那這個就是說 真是神可以賜給我們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不要 令到有些人擔心了 他是不是領受方言 這個就是我的關心 OK OK 好 但是他有領受方言是好的 但是也都另一方面 有些人就經常跟我說 為什麼我經常都沒有講方言 那他很 是為這件事很不安 或者很想 那我就說 你不要只看方言 不是只是方言 我們才得到益主的 你愛慕神 神就會祝福你的 你會經歷到平安喜樂外 這些都是神的祝福 就是不要去 只是想到方言 才是你唯一得到 這個祝福的方法 就是有些人 他很常都想著 我要講方言 才是得到四年充滿 那樣的 那我也都不會定義 方言的人一定是四年充滿 因為我實在看到有些人 他並不是四年充滿 這個可以是一個經歷 但是呢 不是一定他就是 是四年充滿 四年充滿一個保持 和神強烈的關係 有時候他講方言 但是他好像 未必有個深度 我也都試過 在一個聚會 我看到有人坐著 不停地說 很靜態的 不停地說一講一講一講 那我就 我覺得他們 很靜態 就是他們 到底是否靈與神相通呢 我就 開始有這個教導 就是說呢 不要只是 不停地說一講一講 就覺得你與神相通 是個心一定愛慕神 心一定是想到神的事 歡喜神的事 或者委身神的事 就是不要只是這樣 不用用很多意念的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愛慕神 或者想著神 或者是感激神 或者是委身給神這樣的方式 你也講一種方言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分享 我們今天主要講到是 主要分享 是 不好意思 我先講一點 自己在等候神的領悟 因為我等候神的時候 其實都教導我們 跟神講一些愛的說話 愛的說話 當我操練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發覺有兩件事 我也是令我有點驚訝 因為有一次姊妹為我祈禱的時候 她說我裡面有活水的江河湧流 她去她的靈裡面領受 另外一次為姊妹祈禱的時候 她感受到神的同在 我覺得很好 等候神 反而我可以親近神 其實我等候神的時候 我都有身體上的移動 例如手不停地轉圈 不停地轉圈 但這並不是出自於我的 我感受到聖靈充滿我的時候 是她自己帶動我 不停地搖 不停地搖 可以搖足整個小時 但我不會覺得累 但我知道神在我裡面做著 雖然我不知道她做什麼 但是 但原來等候神 真的可以自己經歷神的同在之緣 為人祈禱 人們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 這個我是感謝讚美主的 有一點分享 好,感謝主 你也說到 就是手會遙動 這個都是經歷聖靈的方式之一 很重要的是 你為人祈禱的人 都可以經歷到神的工作 其實身體遙動本身 就不是一個 好像 直接有什麼 熟靈的大的幫助 就是似乎 比如愛那些有熟靈的幫助 喜樂、興省那些有熟靈的幫助 但是我又發覺 遙動會對身體有幫助 其實也會對靈有幫助 因為人會輕省 心靈會輕省 有些人身體 我試過有些人有腰骨問題 跟他祈禱,他遙得很厲害 遙得很厲害 後來他發覺腰骨痛減少 或者好起來 這是神可以做的工作 OK 有沒有其他問題 可以分享 彥牧師 其實 聖靈充滿 在說謊言那一刻 你剛才說 那個腦子應該在想 上帝很愛你 這樣 是不是 之類 就是愛神或者神愛我們 或者毀身 或者為某些事祈禱 例如為那個人 講謊言的時候 一直想祝福這個人 是一個很單一的意念 就是不用很複雜 不像普通的祈禱 講來講去講很多話 那如果譬如說 譬如說 為某一個人 某一件事祈禱 這樣 那我講謊言那一刻 我 就是 那個腦子 是不是都可以 譬如說 譬如說 為那個人 接下來要考試 或者面對某個困難 這樣 就是我腦子就在想這個 就是求神去祝福他這個考試 或者祝福他某某的困難 這樣 就是 變了 就是 有時候都會想一下 那跟悟性呢 就好像 只不過那個方式不同了 悟性我就真的用說話去講 講給上帝聽 啊現在 哪個人 他現在困難 就是求上帝呢 給自慰他 或者祝福他 現在呢 就不是用說話去真的講出來 而是呢 在腦子那裏想著那件事 就是我一度講的 方言 那腦子一直在想著這件事 其實是正不正確的呢 啊 我就 我覺得可以的 就是 為那個人祝福 但是 我也會這樣說的 我們為人祈禱呢 其實 因為其實 就是 作為了牧師 我收到很多 request的 祈禱 那 有些 request是怎樣的 啊 你找我朋友祈禱 他有病啊 他有隻狗不見了啊 他什麼什麼 我就 我就回答他 我說 我們代討 為人代討呢 主要應該是為他得救 如果他是基督徒 那我們可以求神祝福他 祝福他愛神親近神 他愛神親近神呢 神就會祝福他整個生命 不是說 我忘記了為他考試祈禱 神又忘記了幫他 那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呢 我們為人那些 個別的需要 尤其是 譬如說 考試啊 工作啊 前途啊 婚姻啊 子女啊 這些很多的問題 其實他一定要 和神關係好 和處理生命 他才得福的 就是有時候 有些人將代討 就放為這個 這個好字 好字呢 就是最主要的解決方法 就是 朋友的病了 那你代討呢 他就會康復了 這件事情 聖經是沒有說到是這樣的 就是他們將那個代討 就好像 取代了 好字呢 就代討 就會那些人的問題解決 那也都聖經是講到 是先求神的國同的義 和愛神的時候 神就祝福他 尋求耶華的什麼好處都不決 就不是說到 我們代討 他的好處就不決了 但是我們代討當然最重要 就是希望他會信主 求主感動他 軟化他的心 叫他信主 我對於代討 就是為了人需要的代討 那個看法 因為太多人呢 就 哇 很多事情 我今天要打針 我很害怕 那這個 他是信主的 我們都為他祈禱 但是呢 他個人的需要 我為他祈禱 但是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他自己處理生命的 那 還有他 為了朋友的需要 如果有人還沒有信耶穌 譬如有些人說 我很想我兒子結婚 那我問他 你的兒子信耶穌 沒有 他就是想我為他祈禱 他兒子祈禱結婚 我真的覺得他 關心應該是他兒子 有沒有信耶穌 所以我為人祈禱 譬如那個人 在靈裡面有捆綁 那我們可以為他祈禱 但是呢 都一定要教導他 怎樣處理生命的 怎樣親近神處理生命 就是 不會說 我們 為他祈禱 他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是 到底代討的時候 聖靈做什麼工作 我們不知道 神是會做功 我們應該為人代討 但是呢 就不要覺得 我為他代討 他的問題就會解決 這個是我的看法 我們發覺聖經的代討 都是 主要講到 差遣工人出去 還有為他開呼音的門 賜給保羅有智慧口才 去傳說神的話 當神要懲罰以色列人的時候 摩西有祈禱 求神 不要這樣去懲罰 不要將他滅絕 但是其他的祈禱 都主要是為天國的事有關的 就是我 就是我找代討的時候 我就看不到 聖經也有講到 就是為那些信徒的情況 就是有信徒的情況 就是有信徒的情況 但是呢 沒有什麼講到 有講到為君王討告 叫我們有平安的日子 就是 就不是 他 求神幫他公義一點 這個世界公義一點 我覺得這些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根本那些人都不聽話 我們應該祈禱他們會信耶穌 或者有基督徒會有機會向他們傳福音 求神軟化他的心 我是為這個世代祷告 我為教會祷告 我為信徒祈禱 我為基督徒祈禱 教牧祈禱 求神 興起他們的靈命 在這個世代發揮光輝 我看到聖經的代討主要是這方面的 是 是 是 我贊成的 你說的 但是我亦都 我想 因為你很概括 那 弟兄姊妹有時候就會在這些位置 有些被動搖 譬如在新約 我們看到耶穌基督 祈禱為天國 為遵行神的旨意之外 其實他都有醫病的 有講鬼的 甚至乎 彼得的外母 他的發燒 耶穌真的 吩咐他退去 其實 病患 討告都有的 有 有 以至到 佩仙台 你這樣表達的時候 是在講救恩多些 不是 我講的是代討 我講的代討 耶穌那個 是他為那個人祈禱 按手祈禱 或者是 為病祈禱 我絕對贊成的 他是講到代討 就是代討那方面 明白 即是說 不見到那個人的 是代討那個位置 是的 譬如他說 我親戚 現在有手術 有什麼重要的事 我都為祈禱 不過我覺得 我主要祈禱 是為到 神的家臣 天國祈禱 這個是聖經教導的 有些人的重點 經常都是在一些人 他們個別的需要 反而就沒有為到 得救祈禱 為到教會 復興祈禱 這個是我的意思 為病人祈禱 譬如不信耶穌 他說 請我去為祈禱 我一定去的 當然我可以的時候 我會派 大英姊妹去幫他 先 或者我先叫那個人 先 我絕對相信 按手祈禱 治病的 其實我都很多 很多這些經歷 對 對對對 對 這樣這樣 represent 一下子的 大家不會想錯 好的 謝謝 是的 好的 好 好 我喜歡去把 budget 代表 另外的絲目師請教你 曾經有一位姐妹 跟我分享 她說 謊言 討告那一刻 他說腦部通常是一片空白的 他說可以什麼都不需要去想的 甚至他說他有時候可能在住飯、坐車 都一樣可以謊言 但其實那一刻他的腦部沒有想任何事情 其實對我來說 如果叫我一片空白 我就很容易去分了心 所以我通常就會 譬如我為某個人代討 我就會在想那個人 甚至在想那個人現在為他代討的那個事項 其實一片空白這件事其實是正不正確的呢? 我自己就不贊成這樣期待 因為有時候真的他是不是... 他的靈是不是通? 他到底是不是在祈禱? 是不是神接收的祈禱呢? 因為他只是...他就是...他習慣了 因為謊言是一件事的 就是有些人真的習慣了講謊言 所以他不斷地說... 到底他是不是在跟神溝通著呢? 我不是溝通不一定是誤性的 他可以靈裡面的溝通的 但是他是不是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不贊成這樣的方式的 所以我總是告訴別人 用心靈愛慕神 嗯... 就是說你就算在為某個人祈禱 你的心就想著是神的愛這樣? 如果我為他祈禱 我的心就想著神祝福他 哦... 那你會不會說... 當然我是在神的愛中去祝福他 就是我的心其實都是在神的愛中 但是我的重點就是神联敏他 恩待他 就是那方面 哦... 那你會不會說 在乘巴士或者在等車 在走路煮飯 那時候就是謊言徒告的? 我反而我多些是愛慕神的討告 其實呢 很久我講到靈的討告和吾性的討告 吾性的討告就是我們用言語 為不同的事項祈禱 那我呢 更多是靈的討告 但是未必是謊言的 我是很多靈的討告是怎樣呢? 歡喜神、感激神 喜悅神 以神的事為念 就... 啊... 就... 謊言討告呢 通常我在... 啊... 就是我有些時間會這樣做的 但是我不是... 啊... 我不覺得是... 謊言是應該我們主要的祈禱 我覺得我是主要跟神相連 就是跟神相連 讓神的力強烈居住在我心中 就是我... 我追求聖靈充滿那種祈禱 但是我不是追求的 我只是愛慕神 聖靈就大大充滿我了 那... 其實我也都可以當時是講謊言的 那... 我會多些是享受神 喜悅神 歡喜神 那種的祈禱 都是靈的 我都是法治靈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謊言的討告 都是... 就是從靈發出的 那... 但是... 就是... 的確兩樣都可以做的 就是我不是說 做一樣不做第二樣 但是... 就是做謊言討告的時候 我都是鼓勵 就是一直愛著神 深信神的愛 嗯... 那... 就是你會不會說你... 如果... 神代討 你... 就是... 主要都是... 會用悟性 而謊言討告 主要就是... 想跟神有一個更加緊密的聯繫 就是... 就用謊言討告了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呢... 我自己祈禱很少誤性的 我帶領祈禱就會用誤性 我... 我... 我為人祈禱都好 是靈發出去祝福那個人 我... 我覺得神會知道他需要什麼 我不用說 我可以說的 神醫治他 但是我講完這句 我就... 我就... 祝福他而已 就是... 我不是覺得我要講... 五十次 或者講不同的方法 神啊...他有什麼病啊? 他... 有沒有人照顧他啊? 他的護士好嗎? 醫生好嗎? 醫院好嗎? 他有沒有錢給錢啊? 就是... 我不會為這些事項祈禱的 我只是... 我... 我也都更加重要的是 求神去練品他的靈 愛慕神 遵從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神自然會祝福他的 就是... 你... 就變成... 應該就不會說 好像方言那樣發出 我兩樣都有的 其實我兩樣都有 不過我更多呢 是... 在那個靈裡面 愛慕神那種 我自己更多 不過... 我都會說是... 就是兩樣都... 應該有 你如果能夠做到一個方言 有時候有聲 有時候沒有聲 可以說我祈禱 大部分是沒有聲的 是那個心靈發出的 嗯... 其實心靈發出 其實跟方言是很類似的 就是那個靈湧出來 嗯... 就是那個心湧出 對神的喜悅和愛慕 嗯... 可以不發聲的 方言可以不發聲的 不發聲的 在裡面... 在裡面呢... 有那個... 方言的意念 就是我們剛剛就用方言 不出聲 是可以的 你... 有什麼方法 我都改變了 但是二木斯沒有親自 好像現在這樣教我 但是那時候 因為我... 很多個禮拜 二木斯可以來找你 那之後呢... 我慢慢呢... 到今天 我已經... 現在維持了大概都說 有四年的時間 我裡面最多的提讀 是一句說話 是... 我聽到自己裡面 的靈很活動的 是跟神接... 一連接呢 裡面有一種... 我們所人表達的說話 叫做興奮 有些... 有些呢... 叫做... 很愛慕的 覺得... 背後呢... 我自己在那裡觸摸的時候 覺得... 因為背後有一個明白 就是... 原來神你真的很愛我 去到這個位置 比起... 家裡每一個人更加愛我 比起這個世界任何也好 都是更加愛我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 覺得呢... 神經的愛呢... 使得我裡面很愉快的 很安慰 還有呢... 我這幾年發展到 我本身一個... 都不是一個急 或者呢... 是一個藤雞人 我本身都不是 但是... 因為我這樣子的精神呢... 我裡面更加穩陣 很穩陣的意思是穩妥 不容易害怕的 那個人 還有呢... 多了一份的... 從神來的智慧呢... 是不知道... 神是用什麼方法 但是神的靈的確呢... 深入我們的五藏六虎 深入我們的潛意識 和思維裡面 讓我們突然間多了一份呢... 是從神來的態度去處理 以往... 不懂得處理的事情 我這幾年經歷很多 所以其實我... 我的悟性禱告是很少 我方言禱告比較多 過悟性 但是再講多些 我最多的就是 好像葉牧師現在所講的 就是無聲的禱告 我一開聲禱告的時候 就是有一份湧出來的喜樂 就是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的靈就在裡面搞動 我自己呢... 就很少在身體動的 我是在裡面 身體裡面感受到 聖靈的那個流動 帶來呢... 有一種很大的開心 有時候呢...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但是不是呼吸不到氣的 是一路浸淫在那種 神的同座裡面 間中呢... 就會有一些... 很有趣的音樂和歌曲 會走出來 去敬畏神 去敬拜神 越是這樣的時候 整個人呢... 就不用著重於每日 我哪個時候祈禱 我就發覺 發展到 人和神已經是連在一起 所以呢...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重要 牧師一直教我的東西裡面 有一樣東西我自己 read 到 什麼是最重要呢? 就是走神的路裡面 遵行神自己的法則 遵行神的心意 以神為樂 所有東西 神說好我就做 神說不好我就誤做 在聖經的根基裡面集穩 那那個生命呢 有很大的改變 的確 這個是我分享的 好 多謝你 多謝你分享 多謝你 就是說姐妹 你就隨時隨地 都在這個 從心發出的 一些的 和神的連結 去 和神有一個溝通 是不是這樣呢? 是啊 那個氛圍 其實我們喜歡說氛圍 那個氛圍就是環繞著你 整個人那種感受是什麼呢? 就是很明顯的 我經常都有一種 覺得很明朗的感覺 因為神的愛在這裡 神是光的 所以其實呢 比較個人變得很敏銳於什麼呢? 敏銳於罪 我就會很敏銳於罪 覺得神不會喜歡我這樣 那就馬上停了 不要做那樣東西 如果是準備做就停去做 想著 立刻就知道不對 不再想著 因為這些是犯罪 那種的種子殺在我們那裡 是撒旦的工作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的 我就是幾年前認識了葉牧師 那時候我大病的 跟著我生命 沒有想過自己會好回來 我本來是暴向著死亡的身體 那突然間 神 這個是一個額外的恩恬 我現在講的 都是講多了的 就是我由死裡面 變成今天一個很健康 很強壯 靈命也都很硬正的 變得 我沒有想到 神是會這樣幫我 所以我裡面 經歷了一個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醫治 所以現在也是 令到我自己整個靈命 有一個180度的反轉 我相信我們人的困難 在神裡面 在困難的時候 我在困難的時候 就是葉牧師打電話 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 姐妹繼續走神的路 我當時怎樣 read 這句話 和大家分享 我說 我心裡面 就想 不是啊 都快死了 還有責任 我一想就想到責任 是不對的 但是呢 我後來慢慢明白過 原來那句話 你願不願意繼續走神的路 就是給神繼續掌管 給神帶 還有我看不通 看不透 看不透什麼呢 我死了 還沒回神道 我想不到這個位子 就是覺得自己很慘 很慘 很慘 只是想很慘 誰知道我今天看回這些 這些經歷 當時很慘 很辛苦 但是原來很寶貴 很寶貴令我認識生命是什麼 認識上帝是什麼 還有多了一個的同理心 去明白人的需要 所以呢 大家都努力加油 在困難的裡面更加依靠神 所以牧師你開這個平堂 我很欣賞的 我很開心的 盡量在裡面 我發覺 當進入這個平堂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感受到 那個心在神裡面 是會很穩陣 就是很喜歡親近神的 因為神的真理 令到我們明白他多了 我鼓勵大家繼續努力 當經歷到神的好處 一些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互相在這裡分享 互相造就 互相加油 就是這樣了 嗯 多謝你的分享 我都想請教一下你 我先講一下一點 我會將姐妹你的分享 除了在這個錄音裡面有 我會將它拿出來 成為一個獨立的影片 放上網 可以的 可以的 沒有問題 好 那我有少少的對你的 少少的一個提醒 希望你不要介意 你先用陰功的字 我想告訴你 這個是佛教的字眼 我要基督徒 避免這個字 他很陰功 你什麼功德不夠好 真的很慘 收到 收到 我馬上去 好 多謝你 多謝你 好 另一位姐妹想分享 是嗎 是 Jenny 我都想請教你 你剛才說 你都比較少用誤性祈禱 就是說 其實 老實說 每個人 在每天裡面都有很多的事情 無論是大小的事情 未必一定有很大的困難 也有不少的 要有決定某些事情 你不用誤性的 那你就是說 都是用一個靈去問上帝 我這件事應不應該做 或者怎麼樣 因為剛才聽你說 你這四年都很清楚知道自己 哪件事應該做 哪件事 上帝感動你 不可以做 你就馬上停了 那你是不是 當你遇到一些抉擇的時候 你就用一個靈 或者用謊言來 就是 向上帝去說 就是說 我現在怎樣搞呢 還是怎樣 你問得真是好 其實你這樣問 我就懂得怎樣回答 就是 其實我不會遇到一件事的時候 去祈禱 我會成為一種的狀況 由早到晚 由晚到早 甚至乎我睡覺都在祈禱 當我們呢 我們說啟動了 我們激活了我們生命裡面 跟神的連結的時候 去愛神 最初開始訓練自己 就是很愛慕 去放下自己所有 放鬆 慢慢你會鍛鍊到一種操練 操練到自己 很愛神的心 跟神真的可以連結 你就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你就已經很肯定 因為你在走神自己愛的路 知道神不喜歡的事 就不做 在走神的路 神其實很活潑和我們交流 你自自然就走到那條路 那裡 我解釋這一個位置 我怎樣拿這個心得 就是當時呢 我病到 覺得自己呢 有機會隨時死 那時候 是葉牧師那句說話呢 神用他這句說話 啟發我 就是 你不要管你幾時死啊 你幾辛苦啊 你現在是否答應我 你繼續走神的路啊 我當時這句說話就是我最大的啟發 一個 我當時呢 呼氣都很辛苦 我要帶呼吸機的 不用下街 我認不出路 就是 已經在一個這樣的狀況裏面 要丈夫每天幫自己洗澡 沒有自理能力的一個人 在一些這樣的狀況裏面 葉牧師這句說話 令我覺得我當時不是一個無用人 那我就想 還有什麼用呢 於是他的心開始就尋求上帝 葉牧師跟我說 你只要答應神 你決定了要走祂的路 祂一定帶你的 怎麼帶你不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的 總之你跟神這樣說 我是這句說話 令到我的人生改變了 那我就開始 由那時候開始 只是想 什麼都不是最重要啊 因為我們原來呢 最終呢 都是去永恆的 我們的永恆世界 不是死了之後 是現在已經進入永恆 那為什麼我不藉著現在 反正我身體這麼差 又動不了 我就多點在靈裡面親近神 我不是經常都成功的 那時候 因為身體真的令到我好苦 而那個情況就是堅持堅持 誰知道有一天就 拍著自己裡面 按按鈕 然後我就想想 連結在神裡面 經常我剛才分享 我裡面最大的祈禱 是一個說話 是讚美主耶穌 哈利路亞 這幾年來我都是這樣 我不是出於特地的 是裡面有一個聖靈在我裡面 湧出一份敬畏神 讚美神的心 而這些東西背後是因為我立志 我一定走在神裡面 走到永恆的開始 於是我就放下很多自己的思維 覺得這樣東西要這樣做才對 這樣做就不對 去用很多時間去判斷 我就不再用這個時間去判斷 而去敬拜神 但是我發覺越多敬拜神 心裡面越愛慕神的時候 當困難 無論是逆境 信境的東西來 我都處於泰然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這個位置 當我們常常連結耶穌基督 那個聖靈的時候 那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突然間多了一份智慧 你問我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歸功的 就是一直連結在跟神的關係裡面 是因為這個原因 突破我很多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 能不能回答到姊妹 你自己剛剛這個問題 就是當那些問題 真的來到很緊急 我們未去到操練到 一個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當那些困難來到很緊急的時候 我都會用五性禱告的 但是我往往發覺 我今天的服侍 侍奉的崗位裡面 五性禱告幫不了我 所以我就信得過 聖靈自己的禱告 謊言的禱告 是聖靈自己的禱告 是神的心意的禱告 神的指要達成 所以我就不再用自己的心意去禱告 我只是用謊言去禱告 然後我禱告完之後 最大的秘訣 是很厲害的 我不再拔著那些東西 我很相信 神一定幫我處理 就是一次又一次這樣 我的欄杆一路過 我看到神的活潑就是這樣 我們連結於他那個位的重要 所以在那個悟性明白的 可以做的就是禱告 如果去到一些位 但我們就算不成討告 也不用死抓住 我們抓住 我們先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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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意思是說 就不需要說 真是很細節的去 去說給神聽 哎呀我又什麼什麼 現在又不知道怎麼搞了 或者我怎麼樣不舒服了 或者現在醫生又跟我說些什麼 哎呀我現在怎麼決定呢 那你就反而未必一定說 每天都為了這些事情 來說給神聽 我沒有這些 我沒有這些 我是很羨慕 就是神的旨意成就 首先 那所以每一件事 就是很 譬如很騷擾到我 令我動到的 特別是家人 我們明白 會騷擾到我們自己的心態 我就會說 神你掌權 我的五性就是神你掌權 你帶我經過 一定能勝過 譬如你說醫生說的那些事情 我老實說 我在幾年前 我判了在醫生裏面 我是一個腦退化症 沒得醫的 準備死的了 已經 醫生的事情 是不是一個結果呢 我在這些事情裏面 我領悟到一個真理 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的 我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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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主權 生命的主權 在耶穌手裏面的 姐妹 我們這條命在耶穌手裏面 不在醫生裏面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信心知道 就算醫學報告出來 事情多差 我已經見過了 我曾經在見過 有一些人 他很愛神 醫學報告多差 多差 但他的生命不像是一個病患 不像 而你問他 他說 是呀 出來了好像每樣東西都回頭 我認識一個弟兄 他是末期被嚴癌 醫生判出來的整個報告 很多問題 但是他很喜樂 為什麼呢 應該一個末期癌症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只剩下幾個月 應該很慘 他不是 他還出街逛 還說 很有力量 他還可以幫忙搬家 問他 他說不辛苦 不知道力量哪裡來的 去到醫院 那些醫師醫生問他 聽完之後 醫師護士回應他 這個真是神跡 他在見證神 我很相信我們的命在神手裏面 生和死都在神裏面 當我們知道這個是真理 真理就是永遠不變 神的說是真理 真理就是太陽在東邊升起 這個是真理 他永遠都是這樣 我們的神就是這樣 當我們越去認識我們的神 的屬性 知道是一個怎樣的神 所以 我們很多時候 查經會說 你覺得神是一個怎樣的神 就是說這些 這些 這些很重要的 對我們來說 他是慈愛 真實的 他說過的話就算數 他會做的 當我們越知道這些時候 我們就會堅定在神自己的裏面 不容易搖擺 不會被一個世界的疫情 然後又怕得不出街 不會因為一個世界的壞消息 然後又怕得那樣不敢吃 那樣不敢吃 這些 這些位置全部是要由在神裏面 愛慕神 學慕神 讓神的話 和自己連結 之後你就發覺這些事情 對自己不是那麼重要 那些疫情也不是那麼重要 OK 多謝你的分享 我想說是這樣的 聖經答應了 很清楚答應了 你未求而先 神已經知道 第二 就是 我們先求神的國 和祂一切加給我們 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我們想都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就是我們講都沒有講到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都是 我 我會 就是我為我自己祈禱 我會說一兩句而已 然後我就是親近神的 因為 神的同在會帶來祝福 就是我不是一定要 去 講那樣東西 神才會聽 因為神 這個《光臨多前書》二章九節 神是愛祂的人預備 是你眼睛未能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 你都未想到 所以根本都沒有講到 神都會為我們預備 我們就有這個信心 然後另一個位子 姐妹提到 你會不會為那些事 說出來 成為奇蹟 可以的姐妹 我不是說不好 可以的 你看一下 我們看詩編 你看到大衛詩人 他們很多情緒的交流 聽勞 向神訴苦 我們都可以的 你知道 你這樣是跟神聊天 然然 祂是會聽我們的討告 他們都會跟著 因為我們跟祂連結 你就會發覺你懂得 怎樣去面對前面的逆境 我會再跟展規溝通 我會再跟展規溝通 我會跟你個別溝通 反而有這個問題 好啊 好 還有沒有其他人 有其他的問題 是 有 詩編 我有個問題 想兩個 為公文 是 你說 你說 關於為人討告 有時候有些 譬如說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 說 你為我的朋友 祈禱 祈禱或者 可能是救恩 或者是他們在找屋 什麼 但在我心裏 就覺得 我根本都不認識那個人 完全都沒有感動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一個出於沒有感動的祈禱 不認識那個人 那 我知道在聖經下說 如果你祈禱 是不認識的能力 是很大的 那你說那個人 你心不認識 根本都不認識 沒有見過 所以我就拒絕 我就說 我沒有感動 我不想祈禱 那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牧師 牧師當然我覺得 那個位置就不是很正確的 這樣問 因為牧師都是 多數要為人討告 但是如果你說 我們普通的信徒 如果真的沒有感動 嗯 你會怎樣呢 我自己呢 就說 你不認識那個人 因為聖經講到 為萬人討告 所以呢 你不認識他 你也可以為他祈禱的 但是 不是代表你要祈禱很久 其實我們祈禱 是不要想著要祈禱很久 為一個人祈禱 而是我們就是 求神的心意成就 在他生命中做功 感動他 悔改信主 以至神的祝福可以臨在 我經常都有這個觀念 他不信主 神的祝福來不了的 我們求神感動他 讓他悔改信主 讓神的祝福臨在 我們是可以祈禱的 不是一定要說那個人來認識 才為祈禱的 那我就覺得是比較機械化 我沒有感動 我們不是一定要祈禱 怎樣很迫切 這樣才是有效的 沒有一個這樣的要求 不是一定要怎樣 心裡很火熱 我們怎樣祈禱都可以 我明白 我就以為是 如果不是 our compassion 不是這麼深的感動 沒有帶出這麼大的能力 就是你不是這樣 自彈的 可能的能力出來 不是這麼大的 那我是我的宣戀 是的 是的 是 第二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 我都試過 譬如說一小時半小時45分 在那裡 坐在那裡 是謊言禱告的 那這個問題 我也問過幾個人 那聖經是說 你謊言禱告那時候 你的心理是不福的 你不知道的 你自己在想 就是不福的 沒有怎麼說 那我就想問 如果我真的 長時間的謊言禱告 45分鐘 那我真的 如果我不想事情 真的 沒有故意去想 愛武神 或者某個人 或者我自己的事 是不是都是 果效不是這麼大呢 我會這麼說的 謊言禱告 真的有些人 就是這樣 是的 他的果效是不大的 我就會說 謊言禱告的時候 是個靈湧出來 我 一謊言禱告 我也一樣有起落 一樣有能力 流過的 是個靈湧出來 向著神湧出來 所以我就講到 一定是愛神 愛神感激神 和神相連的方式 來謊言禱告 謊言禱告是有益處的 有人跟我說 謊言禱告多 是會領受到 神的聲音更多 神的意見更多 是 那你就 那我就 就是 我都會說 可以這樣的 就是其實 將我的那種 祈禱和他的 謊言禱告合一 就是一路謊言禱告的時候 一路的心 愛著神 歡喜神 那就 很投入地 是從心靈發出 你都一樣會感受到能力 雖然對我 誤性沒有益處 但是對我的靈是有益處的 就是那個靈是更加被四年充滿的 這樣根本都不用謊言禱告 就是在 心裡面這樣來到 就是讚美 或者默念那種都已經是足夠 為什麼還要加上一個謊言禱告 建造靈命呢 這個是一個 奧秘聖經沒有講到 嗯 那有可能 為什麼有些人說 謊言禱告為什麼領受神的 那個聲音啊 意念啊 那有可能是這樣的 就是我自己想 就是謊言呢 是讓神的靈都流過 我們的舌頭在我們裡面流過 所以就會帶來祝福 嗯 那就是 那這個聲音沒有解 就是沒有解 沒有解 其實呢 有些事情我也很想知道答案的 其實不如是代討 到底代討那個重要性是怎樣 到底代討 就是說我們傳福音 和代討到底是怎樣配合的 這件事情我都是很想知道的 那當然我們看到代討就是 就是聖經講的就是主要跟福音有關係的 跟天國有關係的 那至於說謊言呢 就是到底我只是用的靈愛慕神 還有我又謊言一路愛慕神有沒有分別呢 那我自己來說呢 我就不想那個口這麼忙碌 因為我一直 就是我變了我分心在舌頭那裡 其實我舌頭那裡我是沒有做事的 我不是令到他講謊言的 那但是我自己都發現 當我在那個靈湧出來愛神 然後用他的謊言出來呢 是有力量的 那到底那個益處會怎樣呢 我真的需要去找到更多 就是我都要找到更多 OK 就是去尋找這方面的答案 我想分享一點點 是 很簡短 那比如我為人討告的時候呢 或者是一些 有些是陌生人來的 就是如果我為人代討一個聚會那裡 那我的祈禱方式呢 因為我之前都學過祈禱啦 那我自己習慣了用那個方式就是 我想像我帶這個 弟兄或者姐妹來到神面前 那就求神教我怎樣為祈禱啦 就是這樣 那神就會啟示我啦 那而講謊言的時候呢 其實呢 比如我 我有時候沒有刻意這樣說的 但是就很自然就會說出來 例如特別在敬拜的時候 就是如果我是一個會眾 我是一個會眾的角色 我在敬拜的時候呢 我很投入的時候呢 就會講的 那當然我可以控制我講 或者不講 以及控制個大小聲的 那免得騷擾到其他敬拜的人 但是如果我想去領敬拜的時候呢 那我就 我心裡邊呢 都很想講謊言的 那我可以控制到我不出聲的 就這樣啦 OK 好 多謝你分享 多謝今天我們有很好的interaction 雖然時間長了 那是 都是好的 就是我們有這些討論 這樣呢 我們一起 現在一起祈禱一下 放鬆的人 投入 愛慕神 享受神 讓神的同在加強在我們身上 也都你可以 可能感受了 我們今天看的經文就是 我肉身安然居住 神的靈可以影響我們身體的 讓聖靈更大影響我們身體 也都是會帶來更強力的同在 多謝天父 你可以的話 站起來 我發覺站起來會好很多的 那一方面就是 感受到聖靈的搖動 就是會感覺到聖靈的搖動的能力 那我越投入就越強烈 是 亦都可以幫我們敏感到 就是當我投入的時候 聖靈的臨在加強 嗯 就 還有呢 那我自己發覺的 有些人說睡覺的問題 我發覺呢 我起了身 站在這裡 放鬆的人 祈禱呢 是 然後回去睡覺呢 就是比如說醒了 睡不著 我站在這裡祈禱 是會容易睡的 那這個是 就是可能他有一種 安靈的人的心靈的作用 那是 站在這裡祈禱 我自己發覺那個 感覺能力是 比我坐在這裡的 OK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親愛天父 多謝你 多謝你 神你滿有恩典慈愛 神你的恩典救我 來用你 是充滿愛的 充滿恩典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重贈歸給你 神你是極度慈愛 滿有恩典的 滿有恩慈的神 願你的命得著尊崇 我們尊崇你 我們感謝你 Hallelujah 我們將榮耀歸給天父 耶穌歸給聖靈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神你真美善 神你真美善 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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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救揚 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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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救揚 為要 唯有 為要 尊崇 為 神救揚 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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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崇 尊崇 為要 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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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歸給你,幫助我們全心全意 愛慕你,渴慕你,賞望你,感激你,歡喜你 我們以神為樂,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就包括我們一切的需要,神都會將我們需要的賜給我們 求主私恩祝福,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榮耀重贊歸給天父 感謝耶穌,多謝耶穌 Hallelujah,Hallelujah,Hallelujah,Hallelujah 多謝耶穌,多謝天父的大恩大愛 多謝天父你的恩典,主啊,我們感激你 我們愛慕你,我們享受你,我們欣賞你 我們歡喜你,求主的聖靈大大囂灌在我們身上 更新我們的生命,求主聖靈更新我們 將我們完全的改變 欣賞你,求主聖靈重溫我心 欣賞你,四方向 欣賞你,永返我心 恨求聖靈改變我 主啊,恨求聖靈更新我們,改變我們 融化我們的心,軟化我們的心,釋放我們的一切重擔 讓我們不為任何人擔心,不為任何人憂慮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多謝耶穌,Hallelujah 多謝耶穌,還讚歸美主 我們欣賞你,我們感謝,讚美你 Hallelujah,我們歡喜你,求主的靈囂灌在我們身上 讓你的靈大大的臨在,更新我們 改變我們次能力給我們,多謝主,感謝主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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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